本天才的热度 敢挑战米兰 气势非常到位 这么远 命中三分 气势非常到位 还不让喊 你对着诚哥做这个姿势 诚哥也没说啥呀 我下次看着他我就 3比0 张晨宇领先 米兰还是突右侧 三步上篮 这下拿到一个罚球机会 1 by 1 罚球 1加1 罚中 将执行第二次罚球 两罚全中 现在进攻方3比2领先 张晨宇领先1分 防夺 来吧 米兰 张晨宇还是三分来投 这下投短 在两到三个回合下来之后 清晰地看到米兰是一直用突破 而张晨宇是一直在用外线投篮 启动接变相 再对抗 再对抗 拦不住 旧翻归 可以 我清晰地听到 三脚肌和胸肌碰撞的声音 撞了我胸肌疼 1加1 罚中 米兰也是非常的稳定 肯定要两罚全中 现在通过罚球 米兰拿到了一分领先 张晨宇进攻 失去投篮的稳定 张晨宇 再中三分 这比赛有意思了 现在张晨宇6比4反超 一边米兰现在进攻方 从来没有运动战进球 一边从来没有三分线以内的进球 都是运动战得分 现在米兰切球进攻落后两分 米兰漂亮的被转身 这两分该有了 6比6 两位势均力敌 各有各的进攻方式 各有各的武器 加油 而且张晨宇也说了 之前刚刚打过一次 只输了一分这一次 再中三分 9比6 拿到赛点 张晨宇三季穿星剑 让米兰现在心脏有点难受 米兰变相 这次选择走左边漂亮 这两大进还送给张晨宇 一个反规 进了不罚了 不罚了 参谎老师不罚球 路人王 但尿规则当中 得分之后被犯规 正常记对方犯规 但不罚球 加油 赢了你就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 来吧 加油 来吧 来吧张晨宇 你是不是第一个战胜 跑和关的球员 时间足够 张晨宇这次收球 三分 三分 哎呀 参谎事宜没有问题 非常的紧张现在 张晨宇要防下才有机会 米兰 延续的体现变相 远哥到内线杂 解下方守方 反规 这不能赢一个吗 要执行罚球 第一球发进 九比九 现在十比九 张晨宇有一个优先的机会 张晨宇能不能率先拿到这两分 他其实是想去要到一个犯规 但是并没有如愿 裁判也没有表示 球权交换 最后一分钟时间 两人同一起表现 几乎是 米兰出起来 右车一手大进 恭喜米兰考核关再次获胜 也把至今的掌声送给张晨宇 你表现得很棒了 也要再次感谢米兰 这次呢 我们的赛道考核通道关闭 关于我们下个阶段的赛制 特别是复活 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我们请经理人和教练组 给出我们最后的一个解释 因为我们的就是 考核关在这一个海选的 这所有比赛里面 是战胜了他们的对手 所以呢 考核关是自然的进入了 我们的这个海选的 就下一个就是进击区 也就是说我们的九位考核关 他们会占据九个进击名额 对 然后我们刚才就是 对阵的这些球队胜利的 这些选手 也是同样进入了 我们的下一轮的进击 这些选手剩下 我们还有八个球员的这个名额 会被我们就是教练跟经理人 选出来 然后晋级到就是我们的 这个下一轮 在这个面对就是考核关的 这个比赛之前呢 我们三个就是教练的这个预期 应该会有就是 一部分人甚至一半的这个 球员会挑战成功 但是就是结果跟我们的预期 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呢我们现在三个教练就是决定 包括就是跟经理人 我们就是商量完了以后决定 在这个候选的这些名单里面 同心挑出八个最有实力的八名球员 进入到这个复活名单里面 来进行后面的这个比赛 这八个名额 以能力为主吧 打篮球主要是看实力嘛 捞人的那个环节主要是以 遗憾输到比赛的球员里能力 以赛优的球员来先选 这八个名额 第一个是阿卜杜拉 张志远 张志远 张志远是我们一开始最想选的人 也是我们势必要保下的中锋 大中锋 我们是中锋的 其实一开始唯一人选是他 其实选他并不意外 我这任心是很平静的 我想他们选我是应该 应该会选我的 Keylor Keylor很值 他之前是四个 江宇凡 张秋吴 你不欢迎 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 很可爱 然后很有对人特点 打球上面呢 也能点替中锋的位置 我就是today的 lucky boy 康康 斗鸣亮 江淮 帮你 好 出品 尔溺 有顿 淮 美